大腸席肉是大腸癌的前驱物 切除席肉可以预防 百分之八十八 大腸癌的发生几率 如何提早发现大腸癌迹象 可以透过分辨前些检查 如果要化成肿瘤 它是一个不正常 不完整的 而且比较脆 比较烂的组织 大便摩擦 肠子无动 稍微摩擦到东西 它会很容易胜血 分辨有前些反应 不代表就是罹患大腸癌 但这时要提高警觉 这位七十多岁的女士 发现排便有血丝 做了大肠镜检查 发现两颗席肉 其中一颗已经癌前病变 幸运只是原胃癌 我要给你放边 你是非常幸运的人 还好及早发现 切除原胃癌 就算完成治疗 没有变成真正的大肠癌 大肠癌十多年来 都是国人癌症第一名 主要原因跟饮食习惯的变化 有关系 包括说油炸的东西 包括说红肉类的东西 事实上跟大肠脂肠癌 跟脐肉发生率 事实上是有关系 还有一些不好饮食习惯 抽烟喝酒 但如果大肠癌已经扩散 转移到腹末 也不要灰心 本腹这样子 就是腹发六次 就是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很辛苦 对爸爸做化疗 就是从打化疗药 做标靶 吃口服化疗药 前前后后 其实已经超过一百次了 陈先生最主要是 他本身的个性非常好 他人很正向 甚至他每次发作的时候 到第几次 我每次都跟他讲说 谁来做拍摄 到时候又要 我们怎么这么有人 还要再跟你再开一次 他反而过头还鼓励我说 我们就一起加油 陈先生六年前 大肠癌转移不断复发 主任一次又一次 为他做肿瘤剪肌手术 青虫肉眼看得见的癌细胞 后续辅助 腹腔温热化疗 那我们腹腔会再埋四个管子 然后把有加热过的化疗药物 然后灌注到腹腔里面 那原则上会加热到42度左右 那在加热过的化疗药物 对肿瘤的毒杀效果是最好的 希望他好好的活着 他们真的很辛苦 我是由我们家里面的 老婆还有儿子还有女儿 他们的支持 大肠癌是最可以预防的 癌症之一 健康饮食 规律运动 定期筛减 确诊后治疗追踪 依然能够健康长长久久 我们下期再见